太子元帥 而且他是有一個 他有清犯錯誤 但因為我的方式有錯誤 所以他就把手抽開 那他回來的時候 有拍掉我的眼鏡 那這兩道傷痕就是被 眼鏡拍開的時候刮傷的 我當天是身為外圍的護駕指示議員 且早上的時候我已經被告知 不要靠近元帥 但我一擊之下我忘記了 還有在綁手臂的時候 我的方式錯誤 導致元帥把手抽出時 我個人並沒有站穩 那這一段敘述 以上這段敘述 在影片中是沒有被呈現出來的 應該是被剪輯掉了 那之後元帥拍開我的眼鏡的時候 因為眼鏡被開掉 導致我的臉部被眼鏡刮傷 並非如網路上所說 我是被打巴掌 整體的事件是意外事件 若為打巴掌的話 那我的臉部應該會有紅腫的情形 但實際上是並沒有的 而且整體的情況 我的父母都已經知道 也有來看我及關心我 輿論已經造成我 以及宮裡面所有人的困擾及壓力 且為非常不實的指控 一開始他把手抽出時 我的人是沒有站穩的 那之後他的手拍開我的眼鏡 眼鏡這樣飛出去的時候 臉部這兩個傷口是被眼鏡飛出去的過程刮傷的 所以他是一個揮的動作 對 開開的動作 所以是他要 眼鏡去拉掉 眼鏡去拉掉 那之後刮傷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凹的 這一種 那這個蠻容易一拍 他就是從這邊裂開以後 從我這兩側畫過去 然後再飛出去 所以他一拍的時候 因為他材質非常脆弱 他就直接斷掉了以後 畫傷我的臉 然後飛出去這樣子 然後再飛出去 再飛出去 那我這把手裡的動作 也要看一看 這把手裡的動作 那這把手裡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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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